祝大家吉祥 吉祥 各位請先坐下來 大家請坐 從我們剛剛在禮拜遷佛 各位可以聽得到 我知道在大殿外 有好多的有緣人 很歡喜等待要進來上投注箱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那麼現在在二樓海會堂 三樓禪堂的菩薩們 應該都可以藉由設備音響 可以看到影像 聽到音聲 我們今天上千人在這裡禮遷佛 這麼多的人來到多倫多佛光山 所謂何來 為的是一個歡歡喜喜的開年 為的是一個開開心心的祝福 所以在這裡我先向大家 拜年 今天是二零一六年的農曆正月初一 我藉著佛光山開山幸運大師 在新年 今年是猴年 給我們的新春祝福語 在這個春聯上寫著 聰明靈巧 各位知道猴子呢 是非常活潑 非常生動 有趣 聰明 然後又很有創意 常常保持赤子之心 充滿好奇心的這些特性 那麼大師告訴我們的聰明靈巧 就像美猴王要神通廣大 他可以上天下地 沒有事情是他不能成就的 今年只要是我們大家發心立願 一定都能夠心想事成 那麼所以祝福大家聰明靈巧 征服征慧 一切平安吉祥 大家身心志在 更加要祈願我們社會和諧 國運昌隆 風調雨順 加上世界和平 這是我們心中大家共同的祈願 那麼在過新年 我昨天在除夕夜 也在延伸佛法會裡頭 跟大家講這個過年 講年化 年是什麼 其實年不只是一個傳說中的怪獸 其實年代表的是光陰 時間 是我們一年一年在過的歲月 也代表著我們的生命 所以為什麼過年那麼的重要 大家一年365天 恐怕最重要的應該就是要過這個年 這麼的慎重 也可以講在佛光山這麼隆重的來迎接新年的到來 那麼這個有關年化 我昨天晚上講的比較多 那麼今天呢 其實我想過年除了拜年之外 另外對於新的一年 新年新希望 我也相信各位從各地來到佛光山 除了上投注香 禮謙佛 領取吉祥紅包 然後喝一杯平安茶圓滿茶 除了這些你要祈求的 這些福報 這些祝福之外 我今天還要告訴各位 待會兒呢 我們用災 因為來的菩薩們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坐在哪裡 你就在那裡 用一個吉祥便當 吉祥餐盒 大殿內 就在大殿跟五方佛一起用餐 海慧堂 禪堂 都在原地用餐 五官堂 現在也坐滿了人 在五官堂用餐 那麼用完餐之後 會有許多人要進來上香 那麼用完餐之後呢 還有祥師獻銳 另外還有財神爺要拜年 我想大家很歡喜的 期待著等著財神爺 要給我們帶來的 富貴平安吉祥的這些祝福 但是我想問各位 各位知道財神爺是誰呀 各位想一想 可能各位想 不是說了嗎 用過餐之後 要來跟我們拜年的財神爺 要給我們帶來福氣 帶來財氣的財神爺嗎 待會要到的那一位 待會要到的那一位 其實我想告訴各位 待會要到的財神爺 是財神的化身 但實際上 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是財神爺 怎麼說呢 我先講一個小故事 這兩兄弟 不幸意外往生 去到閻羅王的面前 閻羅王要審判他們 但這兩兄弟在身做人 還不錯 都有資格重回人間在做人 閻羅王就問這兩兄弟 這有兩戶人家 一戶是專門給人的 一戶是人家專門給他的 這兩戶人家你們自己選吧 那麼其中 這個做哥哥的 他就說 哎呀 我這個做人的時候太辛苦了 整天那麼辛苦的工作 閻羅王啊 可不可以這一次 讓我投胎人間 就不要那麼辛苦 就人家做好給我就好 那那個弟弟呢 沒有意見 他說那沒有關係 我就去專門負責給人好了 就這樣 這個金堂木一拍 兩個人就各自投胎去了 投胎之後去了哪裡呢 這哥哥呢 就是在他們那個村裡頭 一戶騎蓋的人家 從出生 就跟著父母在乞討 不用做事 就坐在那裡 人家給他 所以是乞丐 那弟弟呢 是專門 他是投胎 同樣那個村子裡頭的 首富人家 是大慈善家 是大慈善家 專門在布施啊 這個救濟啊 供養的大慈善家 所以各位知道 等著人家 就所謂的手心向上 等人家給我們 是貧窮的人 手心向下 專門給人家 是富有的人 如果給各位選擇 你們要選擇 人家給你 還是你要給人家 現在都很清楚 我要負責給人家 我要負責去不施喜捨的人 現在很清楚喔 但是你沒有養成習慣啊 你沒有讓這個習慣 成為好像自己的血液 一樣的 融入自己的全身心 這個到了要投胎的時候啊 不知道你會最後做何選擇 總是呢 現在既然這麼清楚 大家發願 我要給人 那各位就明白了 大師告訴我們的 佛光人 工作信條 叫賜給的精神 平常時 在我們做人處事之中 已經要我們 藉由練習賜給 把這個給人的 這個習慣把它養成 賜給是哪賜給啊 給人信心 給人歡喜 給人希望 給人方便 記得下來嗎 記得喔 你要把它記得 然後你才有可能 把它付諸於行動 行動練習 然後養成習慣 你習慣什麼 都先為人服務 為人設想 總是從善如流 與人為善 你總是這樣子想 習慣之後很自然 你未來的 這個 所到之處啊 都是充滿著光明 都是富貴吉祥的 所以我想 日常生活中的修行 是很多的 那麼只要你願意 當然通過學習 你要明白 那各位呢 我不曉得各位 是剛剛第一次才進到 我們大殿裡來 有沒有到過 我們的在地下樓 五關堂的這個 佛光年宵啊 有的人還沒有啊 那待會兒 要到我們五關堂的 就上完香之後 到五關堂的 這個我們的大災堂那裡啊 雖然年宵 昨天呢 幾十個攤位 這個成千上萬的人 都要擠到 這個五關堂 很熱鬧的 那麼今天呢 因為準備幾千人要吃飯 所以那個攤位把它集中 就是集中成兩個攤位啦 那麼但是呢 整個五關堂的這個年宵造景 這是整個農曆真月呢 都會保留在那裡 各位如果到我們五關堂看呢 可以看到前面雲水佛堂的造景 好氣派 然後兩旁 這個很高的牆壁啊 就懸掛著大師所書寫的一筆字的莫寶 你們可以注意看 那個落款呢 大師寫著他的名字 下面呢寫著八九 就表示這是二零一五年 大師八十九歲的時候寫的作品 那麼當然我要先說 這些作品啊 是文創複製品 是複製來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請回家 把大師的智慧啊 祝福開示 把它請回家 甚至於你可以請下來 然後送給朋友 這是最好的賀禮啦 那麼真正的正式的珍積 會在七月 應該在七月份 來到我們多倫多 要展出 那麼到時候啊 確切的地點日期 還會向所有這個社區的朋友們 要公告 那麼總是我想讓大家知道 各位知道 今年就大師九十歲 他的眼睛啊 去年我講的時候呢 大師說他的眼睛一邊看不到啦 一邊呢還可以感覺到 那個黑跟白 光跟暗的差距 還可以感覺到 但是今年 我因為上個星期 回了總本上一趟 參加一個會議 那麼大師跟我們講 醫生說 他這個感光 剩下最後這幾個月 就會全部沒有了 但是各位想想 在眼睛接近全盲的情況下 你們去看看大師寫的字 五官堂有展示 二樓的寶藏館也有展示 你們想像 如果你們想感受一下的話 你回家去 不要說拿毛筆 你就拿著鉛筆原子筆吧 你閉上眼睛 閉上眼睛 你寫幾個字看看 你有沒有信心去寫 你有沒有信心去寫 寫出來是什麼樣子 大師 信心念念 要為我們留下因緣 大師心中的智慧 不斷不斷的湧現 這是大師修行成就 從他自信之中 自然流露的這些法語 要來滋潤我們 所以雖然老人家 眼睛是看不到 其實耳朵也幾乎聽不到 他手是顫抖的 甚至於 上個星期 大師這個手 真的是過度招勞 發炎痛 很痛 咬著牙繼續寫 每天清晨五點起來 就開始寫 總是坐著輪椅的老人家 他的六根慢慢的退化了 但是 在這個時候 物質的六根要退化 可是這個靈性的 這個精神 發光發熱 真的像一個開悟的人 一味智者 要把他所提煉出來的 這些智慧的結晶 要來開啟我們 所以我建議大家 待會兒用過餐後上了下 大家一定要到二樓保障館 還有我們的五官堂 去真的 你去讚揚大師所寫的這些字 去看看 眼睛看不到的人 寫字會是什麼樣 那麼大師 那麼大師呢 在所寫的這些末寶之中 有一首叫實修歌 曾經有人問 我們人間佛教 怎麼修解脫道 大師一句話就回答 實修歌就是 但是我看啊 不用實修歌的全部 第一修 你要做到 馬上就解脫了 所以這個解脫自在 這無上尿法 就在大師的教導之中 傳授給我們 今天大家回來啊 我想應該要帶一些法寶回去 這過年我們都要講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我們也講恭喜發財 剛剛各位聽到嗎 我們拜年的時候 恭喜發財 寺院的出家人也要發財啊 各位如果仔細聽呢 我們其實仔細認真講 恭喜發財 法是法寶的法 佛法的法 恭喜發財 就是恭喜大家 把佛法的智慧啊 多多的帶回去 多多的去運用 恭喜發財 大家要不要發財啊 要發財也要發財 有法財自然會發財 大師說的 有佛法就有辦法 那麼所以佛法可以很多 尤其像這過完年後 在從三月份開始 就是人間學院要開課了 各項的學習 尤其是佛學班 我想今天有這麼多 有緣的菩薩們 各處而來 要注意看我們的行事曆公告 或者上我們的網站去看 那佛學班要開始 這個對大家的學習 是很重要的 那麼這個法財啊 我先說一下 在佛陀告訴我們的 有所謂七聖財 這七個大紅包啊 各位把這個七聖財 每年都在初一的時候會交給大家 從信心信仰開始 信 戒 禪 虧 文 捨 慧 就是信仰是第一 信仰是最大的能源 你要擁有自己的信仰 信仰正確的 信仰真實的 信仰道德的 信仰智慧的 你要對自己的信仰要確立 你就擁有第一項法財 聖財 第二呢 是持戒 戒就是做人的原則 你要把人做好 把這個原則掌握好 什麼可以 什麼不可以 這個原則 你要有把握 那這樣子呢 你就擁有第二項法財 然後第三跟第四呢 一個是禪 一個是愧 慚愧啊 這樣就是啊 他是要通過反省才有的 所以你在反省之後 覺得對不起自己 我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我都可以有福報當人 我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 說這樣的話 你反省覺得對不起自己 那麼這個叫慘 如果你反省覺得 愧對他人 就對不起別人啊 那叫愧 慘跟愧啊 是修行上 就是你的人生 要提升 要進步 非常重要的兩大元素 通過反省知道 自慘愧他 那麼因為我們講了 支持近乎有 你知道反省覺得慚愧 那麼你就會有改進的動力 你就有進步的可能 這樣子改進才會進步啊 所以記得嗎 前面四個大紅包收到了嗎 信仰有沒有 大家有信仰嗎 要問自己喔 有 然後慈戒 你有把握這個原則嗎 有沒有 有 有 不過聲音小了一點 自己要新年新希望啊 要立定志向 那麼第三跟第四 就是慘還有愧 還有愧 這個是要修行 要進步的根本啊 然後第五個文 你要懂得聽聞佛法 聽聞善法 第六個叫捨 捨呢 是一種平衡的人生觀 就是你不要過度的執著 或者是不要太 不執著也不氣餒 保持在那個中道 中庸的 那種隨緣的 看著緣分的 那個觀念 知道什麼時候進 什麼時候退 這種捨 不偏執 不偏一方的人生態度 它是一種態度 第七慧 就是玻瑞智慧了 這些大紅包各位收到了嗎 好 你收到這七個 我們一起講一下好嗎 從第一個是什麼 信 戒 禪 潰 聞 捨 慧 好 你只有把這個七聖財 七個大紅包 把它帶好 大年初一 我都會交給大家的 這是佛陀給我們的大紅包 它叫七聖財 這個就是我們人生道路上 能夠支柱我們不斷向上的法財 要把它謹記在心 那剛剛也提到說 大師告訴我們的 我們都是財神爺 只要我們能夠懂得給予 能夠結緣 你給人的人就是富有的人 大家都想當富有的人 大家都是財神爺 只要你懂得把佛法學起來 用佛法跟人家結緣 或者你努力工作 你有所盈餘 然後你就幫助不足的人 像這樣 不管你是財布師 法布師 或者是所謂的無畏師 就是無畏 就是讓人家無有恐懼 不會害怕 當別人很擔憂害怕的時候 你支持他 鼓勵他 像這樣叫無畏師 所以觀音菩薩呢 他除了叫觀自在菩薩之外 另外他又叫做師無畏者 就是給予信心 不會令眾生擔憂的人 既然我們要做給予的人 又要有佛法的人 那麼自己呢 除了剛剛講的 四給是哪四給 給人信心 第一個都是信喔 給人信心 給人歡喜 給人希望 給人方便之外 我今天呢 剛剛交給大家手上的 是大師寫的實修歌 等一下呢 你們可以到看看寶藏館 還是五官堂 找找看哪裡悬掛著大師手寫的實修歌 大師這一次呢 我們展出的 你們看到啊 好像一幅橫扁 寫著可能是一部玻瑞心經 也可能是這個一首我們叫剃度法語 就為生之道 也可能是人生二十罪 也可能是無相送 可能是實修歌 許多大幅的作品 那麼把它縮影 縮小版的 做成一幅 其實那個原版呢 是很巨大的 大師的眼睛因為看不到 僅於一些光的反應感應 所以寫的字很大的 一部玻瑞心經兩百六十字 幾個字 這個紙張一條一條這樣切開來 是這樣一行一行寫下來 是大字 所以非常大幅 那麼到要把它 因為大師的心願 希望大家把大師的字請回家去 所以我們的佛光園美術館總館 幫我們製作把它縮小起來 方便大家在家裡頭可以懸掛 所以不要小看那一幅 它不是寫小凱 小凱大師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好大的字的 那麼如果看到對聯 那個就是原版的大小 大概七尺八尺那麼長的 那麼總是呢 我很希望大家今天來過年 來求福 求平安 求吉祥 那麼把大師的祝福也帶回去 把大師的開示也要記得 這個十修歌 我們一起來念一遍好嗎 不懂得看中文的話呢 旁邊有英文的翻譯 我們先一起來念 一修仁我 不計較 二修彼此不比較 三修處事有禮貌 四修見人要微笑 五修吃虧不要緊 六修做人要厚當 七修心內無煩惱 八修口中都說好 九修所交皆君子 十修大家成佛道 若是人人能十修 佛國淨土樂逍遙 意思幾乎不用解釋啊 做人的原理啊 就在這裡 這所謂人成其佛成 把人做好了 佛道就完成了 所以正是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絕 離世求菩提 猶如蜜兔角 就你在這個世間 你做人 就是以做人的 這個條件因緣 直到修行成就 成佛不是成為另外一個人 成佛就是你把做人完成 這件事情 所以不離開做人的基本原則 修行不是高談闊論 也不是躲在深山裡而已 閉關啊等等 不是只有這樣 你先在生活中 把你這個人的角色 這些把它做好 我們看第一個 一修仁我不計較 好不好修 好修啊 遇到境界 問題來了 心裡頭欠辛萬苦 在那裡煎熬掙扎 轉不過來 就是忍不下 厭不下 那一口氣而已耶 現在講 人我不計較 這馬上就明白了嘛 就不計較了嘛 但是 面對境界的時候 人家來坑你 挖你 騙你 種種的 傷害你 你可以講的那麼輕鬆嗎 不容易 第一個就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願意的話 也就不計較 你那個當下就解脫 只要不計較 就解脫啦 就自在啦 各位去試試看 這第一個 最難的 但是你這一關 如果你常常運用 有人批評你 不計較 你當下自在解脫 有人對不起你 算啦 不跟他計較啦 你當下跟他的惡緣就化解 好用的不得了 後面呢 彼此也不比較 很多痛苦煩惱都從比較來的 然後呢 這處是有禮貌 這是修行嗎 請問 是修行 所以要不要有禮貌啊 不要以為 哎呀學佛啦 都不計較啦 不執著啦 那禮貌都不管他啦 那就錯了 禮貌也是做人的根本喔 所以真的修行 不是只有在送經拜佛而已啊 你要做 就在你做人的時候 把人做好喔 所以禮貌很重要 包含第四個 見人要微笑耶 難不難 不難 那怎麼都笑不出來呢 這一問就覺得很好笑 其實我要講 其實我要講 我看我們華人啊 或者說東方人啊 這個肌肉比較僵硬 我們的臉比較平喔 總是我們來到西方國家 學人家的優點 西方人見面啊 Hello How are you 這隨口一個問候 你在火車上 飛機上 不認識的人 他也跟你聊得很熟 這是 非常的隨緣隨喜 我聽有些西方朋友講 他們以前呢 習慣見了人 Hello 之後呢 被我們華人潑冷水 都不回應的喔 他們說慢慢 看到華人感覺也不用Hello啦 他也不會理我的啦 我覺得這點我們要學習 以後我們主動出擊好嗎 你在購物的時候 買菜的時候 等車的時候 見了人 這個eye contact 這個是眼睛的禮貌啊 要看人 要微笑 所以這個示修見人要微笑啊 這個各位看起來會覺得說 蛤 這個 還得要星雲大師來教我們 這還是修行的功夫啊 就是 廣結善緣啊 就從這麼一照面 一個微笑 就是啊 要練習 我是 這個聽說便當已經送來 我再講幾句喔 有人說我常常面帶笑容 當然我滿心歡喜見大家喔 但是這個笑容是大師幫我調整來的 整容來的 你們整容不用去找什麼美容醫生啊 找回你的內心就可以了 怎麼整容呢 那是我在三十幾年前 還是佛學院學生 有一次在課堂裡上課 大師幫我們講課 大師是我的老師 也是我的院長 他講課到一半 突然停下來 說 各位尊貴的法師 我心裡想 怎麼師父要叫我們 叫尊貴的法師呢 我們都是學生 都是弟子啊 怎麼會這麼說呢 正在奇怪 大師就說 請你們下課之後 去照照鏡子 看看你們的尊容 那就知道了嗎 一定我們的表情很難看 大師說 看看你們的尊容 能不能讓人家一見到你 就對佛教升起信心 就對佛法 升起歡喜心 哇 看到我們 就好有信心 有歡喜心 出家以來 我們沒有照鏡子的 剃了頭之後沒有照鏡子 那次特別跑到老師的那一邊 洗手間那邊去看 哇 不看還好 一看真是嚇了一跳 我看不要說給人歡喜 恐怕都要回 退 退避三分啊 這保持距離 那怎麼辦呢 師父說了 要給人看了就歡喜的 怎麼辦啊 那個下課只有十分鐘 心裡頭也是千回百轉 怎麼辦呢 很著急 就想到 我要 我要 給人歡喜 我要先歡喜 那 那就先保持笑容吧 至少不會嚇到人 至少會 人家看到笑臉嘛 那歡喜一點 練習笑 那怎麼笑呢 各位回家去要不要練習啊 我提供方法 我就是照著鏡子 然後 看著這個笑容 嘴角啊 上揚幾度 然後出家人 哈哈哈哈大笑也不莊嚴 裂口大笑也不威夷 就找到一個微笑的角度 我還把他定在那裡 這樣還可以 走出來就不見了 趕快轉頭回去 再把他 在心裡頭 用膠水把他定住這樣 然後就見人要微笑 見人要問候 之後 前面那兩三天 其實晚上睡覺很痠的 肌肉疲勞 因為不習慣笑 過了兩三天就忘記了 因為習慣成自然 以後就練習起來 其實 這個小典部啊 我自己整容的故事啊 我也講了幾次 但是真正聽進去 照著練習的人 有幾位 我就不知道吧 如果你真的照著去練習 真的 你的相貌改變 音聲跟著改變 因為你心裡頭歡喜嘛 那個音聲 我的同學告訴我說 我連聲音都改變了 聽了會歡喜 以前我的同學說 你不要講話 難聽死了 是這樣的 但是不曉得為什麼 見人要微笑這件事情 把它做到了 發自內心的微笑 不是假的喔 發自內心的 很自然 面孔改變 音聲改變 人緣改變 人際關係改變 你的命運就改變 所以其實是時間不夠啊 我知道外面好多人 等著他進來上香 要一樣一樣講進去啊 每一修 每一條 都大有學問 每一樣都可以讓我們解脫自在 每一樣都可以讓我們 是廣結善緣 可以征服征會 好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六修 五修吃虧不要緊 吃虧就是占便宜啊 你要吃得起虧 所以這個當然心量要大啦 才可以說不要緊啊 六修做人要厚道 厚道啊 這件事情很重要 厚道 這仁德之仁啊 得道者都住 你待人厚道 無形中很多的住緣 很自然圍繞著你的 只要你待人厚道 厚道的相反是什麼 刻薄 刻薄 有的人很厲害 損人 第一這些 但是那樣無福 厚道者得福 有福 好 七修心內無煩惱 也想這樣吧 無煩惱 沒有煩惱 但是你有什麼方法可以沒有煩惱 你要有智慧才可以沒有煩惱 智慧從哪裡來 天文佛法 學習佛法而來 好 八修口中都說好 就是要說OK 要說Yes 不要老師 不要啦 不是啦 不對啦 常常說不不不 人家聽了 都不開心了 都說好 久修所交皆君子 這個三人行必有我失焉 但是是好老師 還是不對勁的啊 負面的啊 不知道啊 所以不是隨便交友的 要跟有道的 有道德的 有智慧的人交往 實修大家成佛道 若是人人能實修佛國淨土 自然你就可以在那裡樂逍遙 我知道我們的妙目法師一直跟我比 OK OK 快點外面很多人 在把實修歌交給大家之前 今天因為是大過年 我記得以前都要唱個歌 過年嘛 就要用這個所謂的恭喜調 恭賀新年的曲調 來唱法語 實修歌一樣可以唱 你可以用不同的曲調 你要用戰佛技也行 你要用揚州小調 用黃梅調 用你們熟悉的 叫什麼 小禮飛刀啊 蜀流香啊 包青天啊 通通請出來都可以唱 可以套用啦 那我們今天過年 我們要恭喜恭喜的調 好嗎 一起來唱喔 唱兩遍 然後把它記下來好嗎 好 來一起喔 星雲大師 交給我們今年的法寶石修歌 一起唱 這個曲調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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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修大人要厚道 祈修心内无烦恼 把修口中都说好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恭喜恭喜你 旧修说交接君子 实修大家成佛道 若是任人的实修 佛国尽头乐逍遥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恭喜恭喜你 一修人我不计较 二修彼此不比较 三修出师有礼貌 实修见人要微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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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修吃亏不要紧 留修做人要厚道 祈修心内无烦恼 把修口中都说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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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修说交接君子 实修大家成佛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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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都是帶來解脫自在 都是帶來減少煩惱 減少執著 珍事少煩少腦 征服珍惠的妙法門 好 我們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知道大家開開心心回來過年 那麼也再一次 要如同剛剛我們在聆聽 大師為我們所寫的新春祈願文 各位可以聽到老人家的音聲 這種音聲我每一次聽到 我都感覺好像是佛陀在我耳邊 在尊尊教會 在悉心的叮嚀 在為我們祝願 在為我們開示 那麼大師告訴我們的新春新氣象 讓我們一切重新開始吧 新春新氣象 讓我們一切都重新開始吧 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一年就寄在於春 把這個新年 我們盛大隆重的開年 大家持之以恆 把它寄在心裡頭 你這一年不會空過 你必定能夠擁有一個充實的 豐收的一年 我們準備要用災 我們待會要稱念佛光四句祭 然後我們的義工菩薩們 要把吉祥餐盒發下來 你可以直接用餐 你也可以先放著 然後抽一 上個禁房方便一下 再回來用餐都可以的 那麼下個星期天 我們一樣再一次禮謙佛法會 因為我相信還有許多人 星期一不能回來 那麼所以星期天 還會有禮謙佛法會 禮謙佛法會之後呢 這個正月十五 農曆正月十五 國禮是二月二十二吧 那麼是上燈法會 光明燈上燈法會 之後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年度重要的法會 叫共佛摘天 共佛摘天法會 一般人都說 做生意的人 要生意新隆 要能夠發財富貴 一定要來禮拜共佛摘天 這是為什麼會這麼樣說呢 今天因為時間不夠 我想下次的聚會裡頭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明 我想不是只有做生意的人 要發財富貴 我們每一個人 應該都要來參加 這個可以講 我把它稱為叫佛教的感恩法會 一年的開始 我們有太多要感謝 當然不免 也有許多要祈求 所以呢 參加共佛摘天法會 不管你報名當摘主 或者你隨時來參加 都應該要來 詳細的話 麻煩到我們服務處去詢問 那麼現在麻煩大家把 這個法會的課頌本程序表 往兩旁傳過去好嗎 我們先把經書收回來 這張石修歌你可以帶回去 是留作紀念呢 還是留作功課呢 留作功課 帶回去的功課 這是homework 要把它帶回去 好 那課頌的 這個課頌本 把它傳過來 這一首寄語 是古德法語 非常好 把它記下來 前面兩句 用四季 春夏秋冬 來形容 我們的外境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涼風 冬有雪 若無閒事 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時節 好 我們便當繼續傳 嘿 春有百花 秋有月 黑秋有月 夏有涼風 冬有雪 黑冬有雪 若無閒事 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時節 嘿 春有百花 秋有月 黑秋有月 夏有涼風 冬有雪 黑冬有雪 若無閒事 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時節 大家唱得開心 也要修得開心 祝福大家新年恭喜 大家恭喜發財 事業順利 家庭美滿 身心健康 一切心想事成 真福真貴 我們準備用哉 各位請先合掌 坐著就好 請合掌 請 慈悲洗舍 天法見 祈福節緣 利人天 禪盡 戒恨 庭等忍 慚愧感恩 大願心 佛祕陀佛 大家請慢用 請慢用